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三平斯湾区领众 你好 我是陈英杰 今个星期 我就想讲讲住屋的问题 各位 无论你们是移民了很多年 或过去几年才搬过来 都很了解到 在湾区的生活水平是多么高 另外生活质素越来越差 公共交通费又越来越贵 甚至你可能听过一些 来不久的移民就说 我想不到美国是这样的一回事 生活质素 不是他们想中中共不好 我自己三十多年前来到湾区找食 租金 当时来说不可以说便宜 都可以负担得起 当时买屋的情况就跟租屋一样 因为你有经济才有这样的市价 你买屋和租屋 这两个东西和经济分不开 你没有就业机会的话 亦都没有人租 没有人买屋 当然 你想买便宜屋 亦都好疑 你去中部的 窮乡碧阳 人影都没有借 不用20万 你都买到一间大屋 前后院 不过他们不会去那里 尤其是 你不懂英文的话 如果你在那里找到一间 专买中国人的 杂货 应用品 你会很兴奋的 我以前在 淮俄明州 读书的时候 在那些小城镇 生活 真的是这样的 那些地区 真的没有一间杂货铺 是为中国人而开的 如果你想着有什么茶餐厅 奶茶西多 干炒牛河 你就不用知道了 要乘飞机回香港 但是又没有职行的 要转机的 所以呢 我就不其然想起我们百多年前 我们早期那些华裔移民是多辛苦 以及受到歧视 所以比起他们 其实我们也都已经是很幸福 那时候资讯又不发达 投诉渠道 几乎是不存在的 香港年代的政府 运作也没有透明度 少数族裔也都没有声音 称一色 白人世界 也都不见到有什么女性 去竞选 公职 去到今天 美国 整体的社会 都行前了很多步 我们有华裔的民选议员 从地方政府 去到联邦的层面 亦都有华裔法官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 一个重要的一环 自强不息 每个年代 都有他独特的问题 三藩市湾区九个远 可以说是 有史以来 还没出现过 那么蓬勃的经济发展 失业率 几乎是全国最低的 主要是因为 互联网 数码科技的发展 全世界最大的 社交传媒 搜集器 那些科技公司 都是位于湾区 但是呢 亦都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 现有的机设 比如运输 公路的建设 公共交通 尤其是房屋的需求 根本就跟不上 导致 租金又贵 买屋又贵 打工仔 叫苦连天 可负担住屋的定义 通常是指 你的租金 不多 你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由于 三藩市湾区的情况 很多打工仔所付的租金 是超越了这个比率 加大有个调查 就是 加州有950万的租客 每个月就付三成的收入 去应付这个租金 有些报道 亦都不止一次 就是说 有些家庭 在一个 短短的时间之内 业主就交过几次租 他们也 照比 没办法 要住 但是最后 他也是要被逼迁 有些业主 不理你 就是架高借得 这个自由市场 也有个报道 有一家人 就住在一辆流动车 小孩子就照上学 父母就照上班 因为他们付不起租金 另一方面 这些车 拍在街上是为例的 一般来说 一辆车 就拍在同一个地方 就不能超过 72小时 每个地方的条例 不同 不过就大同小异 如果附近的居民投诉 大家相安无事 但是如果这些车越来越多 就成为 附近居民的 不满 他们不其然 当然是担心 治安 和 市容的问题 我相信 很多人都抱着一种 同情心 就是 只眼开只眼闭 但是 这个现象 当你当它不存在 也不行 有很多低收入的人士 尤其是我们移民社区 甚至有很多年轻的专裁 年薪六位数字 也是在挨着贵租 上一个年代 打工仔 吃隔夜菜 挨面包 甚至找到一份兼职 四肯四肯 勉强都 存到一份首期 买一间柴屋 或者等一年半载 收拾好 终于成为初购户 体现美国梦 谁知今天 买一间残屋 都要一百万 而且有人跟你争 高出你四五万 都好十岁 说得夸张点 好像不用钱 虽然 今天的一百万 就不像以前的一百万 但是 一百万就是一百万 今天 即是打工一族 不可以分享到经济的成果 三藩市 还没试过这么繁荣 但是老宿街头的人口 亦都不断上升 现在 已经接近一万人 租金也接近 去到千九元一个月 住了很久的 居民就觉得 这种现象 就 蠶食了 他们社区的 传统特色 迫使 物价上涨 现在的现象 很多东西都走高档 最近连任市长布里德 两大当前急务 可以这么说 就是 无家可归者 和 可负担房屋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做的 但是很多时候 又不可以说 一两个月之内 就见效 又譬如说 因亲单位的问题 已经是可以申请合法化 我认为这个政策 是可以 书门 租出单位的供求 就是由 楼宇检查局负责 他的网站也都清楚 说明是怎样申请 这个计划要成功的话 当然是要 业主的参与 三藩市过去五年的租金 平均增加了18% 同期也有 15%的居民说 他们曾经受到 逼迁的威胁 在加州 其实其他城市 都有三藩市同样的问题 所以有些组织 就要求 州政府 都要扮演一个角色 在今年10月 加州州长 纽森 签署一个法案 在明年一月生效 就是每年的加州 不可以超过5% 再加通胀率 这个法例 亦都有几个豁免 在过去15年之内 兴建的 帕文 是不受管制的 另外 单家庭的住宅出租 亦都获决 除非它是由 大财团 或者 大财团投资者拥有 如果你现在已经住在 租管的公寓 这个新的条例 对你无关 在较新的楼居民 这些条例 对他有保障 支持法案的 当然是民主党 他们就说 这个不是租管 这些是稳定租金的法例 一个租客 亦都需要一个 稳定的家庭 经济学家就说 租管 只能够令到问题恶化 就像三藩市的城市 租管条例 就已经是很紧的 如果州政府再加到 一层新的条例 太繁复的时候 那些业主 他不想惹官非 索性就不租出去 如果你不租出去的话 如果你的供求数目 越来越少的时候 租金就会贵 物以罕为贵 如果多些单位放出去 有价格竞争的时候 租金便便宜了 不用专家都会明白 法例就已经通过了 我们只能够 加以时日 才知道 有没有效应 我认为租管是需要的 但是同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 市场供求的重要 加州的选民 591年之前 推翻一个提案 就容许 地方政府 实施更严厉的 租管条例 即是说 有很多人是相信 给多些机会 自由市场 去调节房屋供求的问题 扭心就反对这个提案 加这个新的法例 是一个比较 温和的版本 我一样都认为 很多时的立法者 就反应过敏 就好像油价上升一样 记不记得 每次我们油价 每家卵超过4元的时候 有些议员 就走出来 就说要控制油价 十居其九 都证明他们是错的 这个住屋的 议题上 亦都很相似 一旦发生 一些极端的 壁签事件的时候 这些立法者 就好像 独孤一美 永远都说要 收紧条例 好可惜 这些思维 通常都是 来自民主党 都说要做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